当地时间7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雅加达出席第18届东亚峰会 李强表示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 东亚峰会应继续坚持自身定位 为实现地区长期稳定和持久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一是更好发挥促进发展作用 激发区域增长活力 把更多智慧和力量用在谋合作促发展上 坚持经济全球化 持续推动建设亚太自贸区 二是更好发挥战略对话作用 增进各方相知互信 中方愿就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等 同各方开展更深入对话合作 三是更好发挥东盟主导作用 共促包容互利合作 最大程度兼顾各方诉求 包容各方利益 更好实现优势互补 凝聚合力 李强强调 中国和东盟国家 正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希望与外国家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海洋污染影响深远 要以对历史对人类负责的态度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与会领导人表示 地区国家应当进行多边主义 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打造地区合作平台和增长中心 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会议通过关于维护和促进本地区 作为增长中心的领导人声明 再有两个关于维护领导人声明 维护领导人声明 打得很小 再加热